爆炸瞬间尖叫声四起 转头看灰白色烟雾弥漫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玉席 新角度画面曝光 而就在30秒前 炸弹落地 岸田回头看 左手边戴口罩的随护 马上弯下腰 打开黑色防弹攻势包 前后只花两秒 反应相当迅速 但手脚俐落的不止他 就是这位迷彩背心的渔民男子 第一时间上前 用手臂环抱嫌犯 接着越来越多人冲过来压制 才没有让嫌犯 丢出身上第二枚炸弹 岸田文雄知道后 亲自致电建议勇为的渔民 而犯案者是谁 越来越多资讯公开 就是这位男子 今年24岁的牧村龙儿 从兵库县跑到合格山 投资的疑似是自制管撞炸弹 而根据NHK报导 牧村邻居形容他文静老实 很安静 独卖新闻也挖出 他去年曾经参加 川西市政府报告会 似乎对政治相当热衷 面对攻击事件造成的恐慌 岸田向人民致歉 但还是宣布下周补选 照常举办 只是眼下更急迫的是下个月 G7领袖峰会 和这周末在长野县的 G7外长会议 长野县会场外 大批警力聚集 在发生重大失截后 日本为安 绷尽神经 TVBS新闻最后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新闻最后报道